各位觀眾,以下是由我弟弟 返回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尾的香港, 走去對面海鑽石山,舊擺是良人婦別碎果樹。 當時叫做香港電影製片廠,林家昇在樹拍出《賀水片一家親》。 由於病訪問聲大,脫掉了些慈分, 聲歌仔是由我Basco 和他配音,敬請觀眾朋友注意。 聲歌仔,您很年輕已經進入戲行,您師父是誰想的? 我十二歲已經進入戲行,開山師父是大喜賢班南花彈超蘭芳。 後來有跟過五個薛覺先學習, 說原來是光頭超鄧天道一隻衰公。 那麼說法,鄧碧雲、陳好頭、林小群和您老哥 都是由他帶您們出身的。 連蝕老賊都做賢賣您師父, 那麼女文無生陳皮梅,一哥無狀元陳錦棠。 連蝕老賢那條不女不男的人腰,那條喉婆白雪線, 未嫌親王羅艷興,那打老娘耳中的千金, 才女肉喉但後兩數琴米是您的師兄、師姐。 人人都說您是蝕老賊的依撥傳人果。 我好佩服五個,好想做他依撥傳人。 不過能力不知得不得,我一直找失派的路, 只怕找不成功,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我的幸運。 聖哥仔,林家昇是學起之舉的嗎? 聖哥仔,我讀書時叫林曼淳。 後來入行,姐姐叫林家儀。 我就叫林家昇。 聖哥仔,您的功夫仔這麼夠笨拉, 跟誰能夠學的? 平時跟袁小田學生北派, 我的功夫更好幼稚,不好見怪。 另外,有跟黃月山學粗曲《聖哥仔,您何時開始踏影畫戲》? 我學戲無奈就踏迦, 第一齣戲是《賣玉陽孤兒》、 和張雪瑩、張月宜合演。 我當孤兒,那時大戲令人很少踏影畫戲, 我都在偶爾玩笑,讓導演和仲浩看, 從此踏影畫戲多過踏大戲舞台版,直到現在都如此。 聖哥仔,現在您踏著什麼樣子影畫戲? 這段時間拍攝《賀水片》, 戲名未訂出, 還不愛符用那些吉祥語句。 對不起,雅巴喊兄弟,要麻煩您有錢, 這麼遠水路回來五十二年前的《鑽石山香港片場》來訪問我。 聖哥仔,除了踏影畫戲, 農曆月至四年又沒有下班牙。 不下班牙,何蕭寶早就頂下班牙, 慶新星劇團在正正月大年初一響羅, 維灣仔區街坊福利會在修頓球場做新春學歲劇。 由開戲師野潘卓寫了幾齣新戲, 《天璣宋子》、《花開錦秀帝皇家》、 《黃寶串》、《龍飛鳳母喜迎春》, 現在除了讀影畫戲劇本, 要讀大戲曲本。 新春換戲特別多, 事關正本都要那七至六元。 出頭戲成兩個四至十個二銀錢, 收得這麼貴非, 一出新戲最多做兩、三場就要換, 讀曲已經好煩, 再加上每次上新戲, 就要跟慶新星劇團的演員講戲, 一哥陳錦棠、李守英、 靈徹伯, 新春班真是不以為價。 否則何小寶簽了合約, 新春班我可能都要休息不做。 星哥仔, 你們香港來的八婆雜誌, 說你們不相信有些製片公司, 不相信跟劇本拍, 找你們老親, 要你們拍好多鏡頭, 拍畫戲公影時又無, 賤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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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牛班製片家, 配合齊齊杯葛不侵你粉, 搞到半年都無氣彩, 現在來到香港, 見你最近都拍了很多片呀, 杯葛的事已經不存在了吧?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從來不跟別人爭賤, 只是我覺得踩影畫起多, 不能夠什麼劇本都踩, 要選劇本而已, 並不是想冒犯哪個人。 選劇本是我珍惜自己的前途, 想不到被人誤會了我的意思, 講起上來都痛心。 幸好,如今已經雨過天青啦! 升哥仔, 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份, 你猜能做多少出影畫戲呀? 每個月兩三部上下, 由於賀水片大多是喜劇時裝片, 事關古裝片不流行, 市裝戲劇各位,歡迎點。 升哥仔, 你女人紅豆子藝小令小姐, 你女婿辮和臨潤先生好嗎? 他們都非常好! 多謝你嘅關心, 南紅小姐 都說我兒子白白肥肥。 哎呀,你白白肥肥, 真的都不太多。 見到了她, 每次下班回家,本來很累,見過兒子, 什麼辛苦都忘記了,他很好玩的,已經懂得叫爸爸媽媽了。 聖哥仔,你以為你的兒子林楊先生將來回入戲行嗎? 弟弟仍未知他興趣,現在未趕得賣,而我個人看法, 最好他不要入行,演戲只好麻煩的。 屌娜媽媽,你都簽多佬快舟B-Lan-C-T-L-O, 別在處攪著阿星哥啦,他要入廠拍攝啦, 有東西留回拜三志黨啦,混蛋!